今天晚上我們非常歡迎遠道而來的貴賓 巴拉圭的卡提斯總統 終於來到臺灣 我們等了很久了 巴拉圭和臺灣分處地球兩端 但是我們兩國之間一直擁有身後悠長的友誼 這一次 卡提斯總統是第三度來訪問臺灣 我去年也曾經到巴拉圭去訪問 我們不只是交換了意見 也因為這樣建立了堅定的友誼 以及深厚的合作基礎 去年的國慶 我也在演講稿中引述了卡提斯總統說過的一句話 這句話讓許多人印象深刻 卡提斯總統說 你的國家比你想像得更大 去年我們增加了巴拉圭牛肉的進口配額 現在臺灣人有更多的機會可以享用巴拉圭的牛肉 而今天晚上 我們正是用最美味的巴拉圭牛肉 來歡迎我們最好的朋友 今天這個場合 我們特別選在臺北賓館 以最特別的方式 歡迎卡提斯總統閣下和各位貴賓的到訪 祝福臺灣跟巴拉圭友誼長存 邦誼永固